《央港網》8月27日在微博貼出一段影片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發言 說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如水情深、血肉相連 中國人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銅牆鐵壁,誰都不能打破 那段影片發出後,引發大陸網友幾乎一面倒的批評聲浪,引起極大迴響 蓬佩奧8月25日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以視頻的方式發表對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講 他在演講中表示,中共掩蓋中共病毒導致美國和世界各國的死亡和經濟重創 特朗普總統揭開中共掠奪和侵略行為的面紗 在面對中共和伊朗等專制國家時,展現出勇氣和力量 央港網發布趙立堅影片下方,罕見一大片大陸網友的罵聲 這句話終於說出來了,再不需要遮遮掩掩 被老百姓做盾牌?不要綁架我! 央港網很快就刪除了這段影片 微博網留言說,有飲有食就從來沒有我們份 做炮灰的時候,就一句句血肉相連 我們不是銅牆鐵壁,人民是黨的銅牆鐵壁,血肉長城 那為何要這麼快刪除?綁架人民保衛你們 銅牆鐵壁的通俗說法就是炮灰 既然有 pardon,整套真能打敗 因為記憶還行 attentio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